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 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按照长期作战的需要 开始将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 加强了在华北方面的兵力部署 把兵力重点转移至华北占领区 用以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7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组建第十二军的命令 以伟高归藏中将为司令官 军司令部驻济南 此时日军已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 并开始向乡村扩展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 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 政治委员罗荣环率师部及第34三旅 除第685团外 于1938年12月由山西西部出发 跨越同浦平汉铁路 于1939年3月2日兵至山东 先后歼灭日伪军等一万余人 拔除了伪军沿温河两岸东平 营阳陷阱的全部据点 陈光 湖南人 1907年2月出生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红军 曾任红一军团红二师师长 1937年9月 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三旅旅长 曾率部参加平行官战役 与兄弟部队一道 歼灭日军精锐一千余人 1938年3月 第115师师长林彪 被禁随军哨兵误伤后 由陈光接任第115师代理师长 罗荣环 湖南人 1902年出生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秋收起义 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重点强调 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放阵 八路军第115师一步 进入山东后 和兄弟部队一道 宣传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获军见证 迅猛地扩大了 太西抗日根据地 八路来了的喜讯 迅速传遍齐鲁大地 八路军被父老乡亲称为山东的吉时鱼 当时的鲁西地区 是指金浦铁路以西 几宁河泽公路以北地区 黄河贯穿期间 江西分为南北两区 黄河南以运河为界 又分为运河西泰山西两部分 黄河以北 划分为鲁西北 运河东南两部分 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八路军 接连重创日伪军的胜利 使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 也就是第十二军中将司令官 伟高归藏 势盲在背 如耿在喉 1939年5月初 日军第十二军 集结济南 泰安 东阿 温上等十七座城镇的日伪军 八千余人 并出动坦克 汽车一百余辆 火炮一百余门 由司令官 伟高归藏 亲自指挥 兵分九路 回攻 泰西 抗日根据地 企图 巡尖八路军 第1154 主力 第1路 由泰安 经天平殿 向王进西南进犯 第2路 由肥城 向新镇 及其以南进犯 第3路 由东阿 经后领 向前庄 以南进犯 随后 日军主力 由总指挥部随行 组成第4路 经东阿 经双港 盐马庄 向大黄庄进犯 第5路 由东平 经虚城 马子域 向东北方向进犯 第6路 由问上 经魏阳庄 向崖山方向进犯 第7路 由宁阳 经白马庙 向寨子方向进犯 第8路 由大问口 经古城 向西进犯 第9路 由满庄 向安林站方向进攻 1939年5月2日至8日 日军先对八路军 温和以南地区进行扫荡 妄图驱逐根据地外围的 八路军部队 5月9日 日军兵至八路军驻地周围的山区后 步步为营 向八路军驻地合围 此时 形势危急 师首长决定 除留下686团两个营 在原地坚持斗争外 其余各部 按既定方案 各自危战 四级突围 日军的合围之势已形成 各山岸路口 军被封锁 并由日军机动部队 穿插齐找 企图将八路军主力 驱赶到一起 聚而兼之 第115师师部 第686团 及地方武装 和党政机关 共3000余人 未能及时安全转移 被困于 泰山西路 肥城县东南陆房一带 纵横 各约10公里的地域内 陆房村 位于泰山西路的 丘陵地带 是肥城县 安邻战镇的 一个村子 这个村 与周围十多个村子 同处于一个 山地丘陵盆地中 东西宽约五华里 南北长约十余华里 四面环山 这里的山 高低错落 都是海拔 约300至400米的石头山 其中 西边的肥筑山 是陆房地区山岭的主峰 山高崖斗 海拔约五百七十米 南北长五六华里 东西宽二三华里 在肥筑山的顶峰上 可俯瞰四周的山峰 陈洛 公路及河流 谁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 谁就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此时 八路军被迫在此处走至防御 情况也是十分危机的 只要有一处被投破 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而且呢 从提我兵力的对比上来讲 也是相差悬殊很大的 准备出击 是 危急时刻 八路军第115师首长决定 以少数兵力 在正面阻击 与钳制敌人 其余部队和机关 于当晚趁夜 突围转移 但在夜间突围时 除熟悉地形道路的 山东纵队 第六支队 秘密跳出日军包围圈外 其余各部都被日军阻挡 在形势相当紧迫的情况下 陈光在陆方村 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会上 大家都盯着地图沉思不语 陈光镇定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 我们已经被敌人 重重包围在 方圆不到十公里的 陆方山区 伟高归杖的指挥部 就设在 离这十余公里的掩马庄 形势对我军来说 极为严峻的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日军 不善于山地作战 他清朝出动 到山区来 我们可以 以己之长 积敌之短 将我们1115师 这把锋利的钢刀 刺向敌人的心脏 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战斗的时候 罗伦桓安不在这个部队 去传达这个 到东恩支队 去传达这个 六中全会精神去了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 陈光 那这个部队 那这个部队失职呢 实际上是 一军团的老底子 这个责任非常大 他就就是 无论如何 这个领导机关 不能那个 就是 这个不能出差错 否则后果 不堪设计 第686团 曾在平行官战役中 作为主力部队 给予日军 一重创 此次作战 这个团 为完成 掩护 失职机关 转移的任务 誓言 人在 阵地在 寸土不失 并将团指挥所 从陆房 移至 肥筑山奥的 波及掌 部队迅速抢战 有力地形 做好了战斗准备 5月11日扶晓 日军在 密集炮火支援下 发起全线猛攻 防守崖山等地带 第686团 第一营 以短促火力 和坚决的反冲击 多次击退 日军的进攻 第二营 在华石域阵地 连续击退 日军 四次猛烈的进攻 毙伤日军 百余鸣 该营第八连 在击退 黄土岭 敌人的攻击中 由于弹药不足 只得用滚石 击退了日军 凶狠的进攻 击战至中午十分 战斗 异常惨烈 由于八路军的顽强抵抗 各部都守住了阵地 日军的多次攻击 均告失败 战斗 进入了白日化 成光了有些担心 西揽方向的 一营阵地 急忙了命令通行员 给一营送去了 他的亲笔信 信中是这样写的 命令礼部 不惜一切代价 坚守阵地 营营教导员 王六声 看完后 对通行员说 回报市场 请他放心 人在阵地在 我们营 就是只剩下一个人 也要坚持到底 战斗 达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日军开始集中火力 对八路军崖山阵地 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 想从一营阵地 打开缺口 一营顽强抗击 全体直战员 奋勇杀敌 最终粉碎了日军 连续九次猛烈攻击 使日军遭受严重伤亡 被迫退至 马蹄山附近 进行整顿 西北方向 日军二百余人 曾一度突破 八路军阵地 逼近陆防附近 第六八六团二营 和金浦支队 密切配合 以坚决勇猛的反冲击 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 硬是以刺刀 手榴弹 将突入的日军 全部击退 保证了防御阵地的稳固 东北方向 是直属骑兵连 迅猛出击 骑袭安林站的日军 与日军骑兵激战 大量杀伤了敌人 限制和削弱了敌人的进攻 激战至黄昏 日军突破八路军 望鲁山阵地 禁止刘家村东南 和寨子附近 未能再进 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敌人为了防止 1154投围 用重兵 把守 陆防周围的各个药刀关口 并烧起一堆一堆的篝火 想等到停亮以后 再发起攻击 但是八路军不能等啊 停以量就更被动了 紧要关头 罗永环呢 从东平信龙固城 给师部发来了电报 称龙固一带 没有敌情 可伺机投围 随后 师部最终决定 兵分三落 向龙固城方向投围 各个机关和部队 处理了呢 不必携带的物品 对受到撞击 容易发出神响的物件 都用来草身捆绑 同时啊 向日卫军封锁线 派出了警戒 和骚扰小分队 然后把这个商人安排了 把那个烈士们的掩埋了 处理好了以后 到半夜的时候 就从敌人火把 最多的那个方向 西南方向 分着这个三路 就突围就出去了 5月11日22时许 部队在夜幕掩护下 师指机关和中共鲁西区委 在第686团掩护下 翻过崖山 于次日扶晓 过温河 到达温上县宿营 13日转移至东平县吴岩村 金浦支队 及师特务营 骑兵连 护送中共太西地位机关等 穿过赵家村 好家村 沿白家庄干河 经九山沟 黑风口 顺利突围 于12日黎明时分 过温河 到达温上县 第六支队第二团二营 从崖山西 至霜山 突围至东平县荣花村 至此 八路军 第115师等主力部队 全部跳出敌人包围圈 这次反围工作战的胜利 主要得益于 八路军在战术层面上的成功把握 首先 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 能决心果断 坚决固守 待机突围 其次 在被围攻时 也能很好地利用地形 依托阵地 坚决死守 四时反击 最后 在突围时 正确选择突围方向和时机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些细节 环环相扣 哪一个没做好 都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5月12日上午 日军以猛烈炮火 向崖山 肥筑山轰击 随后 气势汹汹 冲上山头 此时 八路军早已 没有了踪影 日军指挥官 伟高归葬 大吃一惊 随即 亲自赶到陆房查看 才知 消灭第1154主力的计划 已经破产 恼羞成怒的日军 对陆房地区进行了疯狂烧杀 烧毁民房 数以百计 杀害无辜村民 126人 仍然未能获知 八路军去向 陆房人民 宁可家园被汇 亲人罹难 仍冒着生命危险 掩护了八路军伤员 78人 除五人 因伤势过重牺牲外 其余 伤愈后 全部归队 许多妇女 把八路军战士 认作兄弟 丈夫 有六位老大娘 把八路军战士 认作儿子 没有一个伤员 被敌人抓走 陆房人民 与子弟兵的生死情谊 至今传为佳话